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李克勤找五颗月王静文开演唱会 不给他们报酬 原因够效三天 众所周知 近日 好声音2021的冠军之夜终于落母 最后一期的导师和学员合作表演简直不要太过瘾 简直就是大型演唱会既视感 李克勤 李荣浩 汪峰 廖昌永都拿出看家本领给自家学员打气助威 最终五颗月成功夺冠 王静文获得了亚军 也是为中国上新综艺首歌播出十年的音乐选秀节目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而首位唱乐语歌的冠军五颗月 好唱功 高颜值以及独特的岗位 都让他显得尤为特别 一曲最爱台风大气沉稳 爆发力十足 整个演唱也很投入 一首飘雪特别经典 当醉人的嗓音掀开尘封记忆的盖部 不过五颗月最大的特点则是自带笔音效果 都说一千首歌曲里面有一千种感动 而五颗月用歌曲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百遍的声音 另类的唱腔 这种冠军在好声音的舞台上真的是绝无仅有的 在决赛中找回上个时代的乐语歌谈那种繁华风韵 能可贵的是五颗月 每一次都在迎接挑战 每一次都成功挑战 有李克勤在好声音的档次似乎被提高了一截 五颗月在22岁如花的年龄 便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血路直至问鼎全国冠军 这已经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成绩单了 比起很多同龄人来说 他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近日 李克勤在好声音收官时 他坦言 五颗月和王静文他们从盲选走到决赛 过五关斩六将 真的是靠实力 靠打比赛走到最后 不过比赛结束了就结束了 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以后谁能走得稳 走得顺材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也是非常看好这两位女孩子 哈哈哈哈 随后 李克勤透露 好声音形成结束后 自己室友想邀请五颗月 王静文他们一起开个开演唱会的想法 找他们谈时 这次也是不准备给他们报仇 对此 大家也是不解 而李克勤调侃 他们说报仇不重要 要我送几张张学友或者校长的演唱会门票就可以 其实我觉得我也出血找黄牛买票了 哈哈哈哈 当然 五颗月和王静文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但是能不能将这种资源延续下来 还是各位之数 小伙伴 看完好声音2021之后 你有没有为哪一位学员而易难评呢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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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